高雄小港机场近期再度传出漏水的问题 让许多民众觉得有损国家形象 漏水的清新并非首次发生 实际上在今年5月份也发生类似清新 国际机场漏水情况层出不穷 让旅客都超傻眼 这样当然对国门的观感会不佳 因为我们的机场都已经漏后人家太多了 本来就要修更好的了 当然越快越好 机场漏水应该蛮严重的吧 应该要马上修复吧 真的很差 这个小港机场真的很差很差 当然要补助 我觉得高雄现在的直航的航班已经很少 再加上机场要漏水 观光客谁愿意来 这是国际机场 对呀怎么会搞成很小 那真的太简陋了 真的太简陋了 真的要改善政府一定要注意这个环节 真的太差了 影响国际形象 事隔四个月再度传出漏水的问题 不免让人质疑机场的硬梯品质 在旅客进进出出的大厅不仅是国家的门面 更是给外籍人士的第一印象 势必得立即性地解决机场大厅漏水问题 小港机场表示 目前已编列5800万的预算要进行维修 预计在年底招标2026晚宫 高雄小港机场近日发生严重漏水事件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不仅影响台湾门面 也影响各国旅客对高雄的负面形象 希望交通部能够迅速处理该机场的维护及维修 避免造成出入境旅客的安全疑虑 也影响各国来高雄旅游的旅客的负面形象 机场的修缮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施工期间 机场将采取短期的补救措施进行工程的施作 议员和民众都希望能够尽快修缮 更要避免日后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才能顾及台湾的门面 记者张世民 陈英军 高雄报导